心情对话 小故事大心灵 平凡而清雅 一阵风吹过 花就好像降落散 坠落在楼梯路边 不同年代的英华女生经过 好像都有默契 会弯腰 将散落的花 收起 带去货室 真而重之 放在桌面 跟你一起上堂 整个货室都离满着清香 令到货室充满着朝气 我觉得鸡蛋花就好像象征着 一代又一代的英华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校歌里面 唯愿我英华 蜜桃崇爱貌 鸡蛋花外表是破实无话 不像玫瑰卯丹 颜色鲜艳 书上面素白的花 好像脱续的仙子 不可以真言斗例 只有淡淡的幽香 其实英华女生同样是坡素无话 只重内涵 花和人的气质很相近 是最好的伙伴 今日校四重建之中 昔日的一尊一雅已经被拆下了 但是我们会好好保护你 虽然在重建地盘里面去保存你 会为建筑工程加入了难度和挑战 但是我们师生一起历排中意 坚持不斩树 等待重逢之日 虽然我在临时校舍 没有机会见到你 但是在校门的壁画 走廊的环颜 或者是师姐的说话 处处都有你的踪影 在重建计划里面 无论有几多挑战和难关 英华师生都会充满自信地闯过去 好像你一样 毫不畏惧 鸡蛋花树 你是我们的根 为我们遮阴 淨化空气 为我们服务 盛載着无数年代的英华女儿回忆 我们又怎样会舍得你呢 今日等我们相约 在明年的夏天 请你继续树立在校园 欢迎我们英华女儿 让我们重投你的怀抱 英华女学校学生 陈瑩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